卡卡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她有个不懂事的妈妈 妈妈好像永远长不大一样 总是在外面惹是生非 每次被警察抓了之后 都哭着给卡卡打电话 卡卡也是一次又一次的保识她 钱包当然也越来越薄 妈妈就像个祖宗一样 工作也没有 还爱惹事 卡卡不得不打两份工来支撑家庭 而姐姐却对妈妈不管不顾 虽然她早早就结了婚 生活还算不错 但还是不愿意照顾妈妈 在卡卡生日那天 妈妈送了卡卡一个礼物 当卡卡知道是大妈时 她跟妈妈吵了起来 这东西你自己碰就算了 你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堕落吗 卡卡说完就转身走掉 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生活 便自己离开了这个家 我姐姐这时 却虚情假意地打电话过来问卡卡 照顾妈妈不应该是你的职责吗 你就这样走掉算什么 卡卡现在也不惯着她们了 说的好像只是我妈一样 你有经常照顾她值得吗 说完便挂大了电话 卡卡现在租了自己的公寓 而妈妈还是死心不敢 在姐姐家偷女婿之前被抓到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跟卡卡无关了 至少她现在一个人过着笑耳的日子 再也不用扮演一个妈妈一样照顾她 卡卡之前不敢找女朋友 现在也可以找了 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卡卡 你会怎么做呢